大家好,我是多诺方脸 我在上一期节目里面讲了中国高房价的问题 其实如果你想躲避高房价带来的灾难 你只要不买房子,其实就可以了 但是呢,我们今天聊的失业则不同 它和买房子不一样 在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去避免失业给你带来的灾难 普通人只能在这一个过程中 尽可能的去避免失业对自己的影响 其实如果谈论工作放在三四年之前的热词 还是什么内卷,996,躺平 但是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 尤其是年轻人,谈到痛苦的根源 就已经不再是996和内卷了 而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或者说根本就是找不到工作 现在中国的工作是有多难找呢 我们来看一些数据 中国最近的失业率是屡创新高 去年七月份更是创下了16-24岁青年20%的失业率 这个数据呢,在今年的一二月份 官方发布的数据中呢,稍微有些回暖 但仍然还是很高 目前呢,16-24岁的失业率也达到了18.1% 而25-59岁的人口失业率则达到了4.8%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失业率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 我们可以来看两张图 第一张图是世界各国青年失业率的一个对比 其中被大家嘲笑全面躺平的日本是最低的 只有5.2% 而中国在这里面算作是独树一致了 在三月份,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再次回弹到19.6% 而另一张图则是之前在网络上爆火的一张图 是马独军在知乎上回答的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其大意呢,就是讲当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夕 突尼斯革命爆发前夕 官方对于突尼斯青年失业率的统计只高达15% 而中国现在已经远高于这个水平 阿拉伯之春是什么呢? 阿拉伯之春是爆发在阿拉伯世界的一次民主化革命浪潮 虽然有很多国家在革命爆发之后呢,也未完成民主化 但是呢,这场革命仍然推翻了很多独裁政权 这个怎么理解呢?就像中国爆发了一场革命 然后共产党倒台了,习近平下台了 结果又上了个李近平,王近平 还是进行独裁统治,是一个道理 而这场革命的起点呢 就是来自于一个突尼斯小贩的自焚 而这场革命的动因,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当时青年的失业率过高 当然,突尼斯在革命之前的失业率到底是多少呢? 现在是众说分音 有的说是15%,有的说是50% 因为和很多独裁政府一样 突尼斯政府呢,也喜欢美化自己的数据 所以至今呢,对当年的失业率没有一个定 而且在中国呢,现在年轻人的失业率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也不得而知 因为中国官方的可信度也是有限的 但是呢,至少能保证的是 失业率肯定是高于官方公布的这个值 也就是19.6 所以我们能看到中国政府呢 他自己对这个情况也很着急 他也做了很多手段去提高青年的就业率 比如说再次放开地摊的管控 进行公务人员的扩招 研究生的扩招 以及上山下乡等等等等 其实都是有这方面的因素 失业的青年人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不稳定的一群人 也是对中共威胁最大的一群人 那么中国这个高失业率的问题解决的可能性大吗? 目前来看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少以这个月的数据来看是这样 目前的中国经济是什么样的呢? 根据PMI,也就是所谓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我们就能看出一样 PMI这是一个衡量经济是否景气的数据 当这个指标低于50%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相关行业呈现衰退的迹象 但是反之亦然 当这个值呈现到50%以上 代表这个月的这个行业 它的发展相对于上个月是复苏的 而中国就业的根基制造业的PMI 很不幸在疫情开放之后 仅仅复苏了三个月就停滞了 再次跌到了50%的融合线水平之下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 非制造业的表现仍然良好 其实这也是中国当下的一个现状 一边呢资博烧烤异常火爆 一边年轻人呢又为找工作急得焦头烂了 中国呢或许现在的就业情况不是很好 很多年轻人呢收入很低 或者说就干脆没有收入 但是呢中国人的家庭纽带关系很强 这些人的父母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家里在的 以至于很多人呢不工作也不至于饿死 还能进行坑老 这时候呢进行一些廉价旅游 出去放松放松心情 其实在我看来呢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大家呢也确实都这么做了 那么在未来 中国就业力复苏的可能性大吗 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中国目前如此悲惨的就业力呢 首先原因短期方面来看呢 是一个求垂得垂的结果 战狼外交或者说目前中国扭曲的价值观 在这中间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中国在世界的定位是什么 是世界工厂 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一个问题 你做世界工厂到底是给谁代工的 是世界所有国家吗 其实不是 我们想要赚钱 本质上是要给欧美发达地区代工 你只卖东西给第三世界国家 就是所谓的拉美啊 非洲 你的利润争究是有限的 这个我相信做外贸的朋友都应该懂 亚马逊上卖给欧美的商品 在早期竞争不激烈的时候 随随变面就能翻个几倍的价格 利润非常之高 但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并没有钱买你这种高溢价的产品 你卖的太贵 他们还不如自己生产 所以呢 现在只能进行薄利多销 说句不好听的话 发达国家就是中国的衣食父母 是个会下金蛋的攻击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 中国对于第三世界出口在提升 但是对于发达国家的出口却一直在下降 我们看这张图 这是今年三月份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出来的一个货物进出口的一个数据 其中像出口到发达国家的数据基本都是在降 日本降了2.4% 美国下降了17% 英国下降了7.4% 德国下降了11.7% 欧盟整体则下降了7.1% 整个发达国家只有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在提升 但是他们的占比比较小 两个大头 美国和欧洲表现都十分不佳 尤其是美国下降了17% 有时候真的很难理解网上的战狼在那里哗哗乱叫 巴不得欧美呢 经济明天就崩盘 可是如果放在现实中 你这就像什么呢 就像中国是个开饭店的 而欧美是饭店的VIP 是你的主要客户 是你的核心客户 而你现在却每天在诅咒 你的核心客户 主要客户要破产 那么当这些客户都破产之后 你的饭店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但是大家好像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更可怕的是 中国从国家层面在主动逼这个客人走 中国的外交政策虽然在最近一些 比如像俄乌战争问题上 开始进行了模糊化处理 但是整体趋势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比如最近的驻加拿大大使 从培武的发言中 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最近中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扬 但是从培武仍然在这件事情上 口出狂言 说加拿大必须停止损害两国的关系 否则将自食恶果 这种发言其实除了能让圣上开心 让中国一些粉红开心 剩下的作用呢 也只有进一步的催垮中国的经济了 当然在我看来呢 战狼外交只是加速了这一个过程 而不是呢 根本的原因 根本的原因是 中国深陷这个泥潭不能自拔 不能调整自己在世界贸易上的一个地位 中美关系或者说 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在我看来 自从中国加入世贸之后 世界就逐渐呈现了一个新的格局 以美国欧洲为首的国家 他们叫做创造者国家 他们负责一些开发和创新 而以拉美亚非中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呢 可以说是制造者国家 他们负责制造和生产 当然还有以沙特俄罗斯为首的一系列资源性国家 他们负责给世界提供资源 中国是这个体系的受益者 也是这个体系的参与者 其实中国想在这个体系中成为发达国家 持续发展的话 就要改变自己的世界地位 由生产者逐渐转变为创造者 但是这对于中国来说 现在看起来好像有些困难 中国的制度很擅长做生产者 但是现在看起来 却不太适合做创造者 说到世界生产者这一点上 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 对于如何压榨人况这一点上 中国发挥自己的体制侧场 可以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在中国 工人拥有最低限度的劳工权力 最近加拿大总理特格不是在网上 暗指中国使用奴役劳工吗 我还特地上网查了一下 什么叫做奴役劳工 什么叫做强迫劳动 然后我查到的定义是 如果加班超过法律允许的上限 并且强制要求加班 则视为强迫劳动 大家还记不记得 一开始我发的青年失业率的数据 最后尾巴里还有一条 就是中国平均工作的时长 是47.9小时 而中国劳动法规定 平均每周工作的时长 超过44小时 则视为违法 中国可以说 基本上平均值都已经是一个 强迫劳动的水平了 说中国便利都是奴役劳工 这一点我觉得并不为过 当然了 这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 是缺点 也是优势 这就是中国这些年 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 因为在比拼 谁是世界工厂的时候 比的就是谁的牛马做得好 谁的人矿做得好 中国在这一点上肯定是大大加分的 但是在未来不行了 中国想要发展就要开始进行创新了 开始拒绝抄袭了 仅仅光靠压照人况 已经无法支持中国进一步发展 当然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 都认为独胎体制和创新是冲突的 这里我们就不做讨论了 但是不论冲突与否 很显然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 中国体制在科技创新上 有和当年使唤牛马一样的高效性 中国虽然有零零散散的科技创新 但是距离期待的目标相差甚远 这样每次说中国的GDP发展增速 如此低的时候 对中国已经很危险了 就总有人会跳出来说 中国的GDP增速 至少还能保持在4%以上 这比很多发达国家都要强了 但是就如我上面一开始所说 突尼斯革命爆发的前一年 其实突尼斯的GDP增速 仍然有3% 在革命到来的前4年 2007年 突尼斯的GDP增速仍然还有6.7% 而中国除去2021年的 因为疫情反弹 有一个过高的GDP增速 中国上次达到6.7的增速 还是在2018年 当然了 突尼斯的人均GDP 它本身的平均值就比较低 所以6%的增速和中国也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现在肯定是有一些科技创新的 也有一些新型企业的 但是这里能拖着中国整个国家 进行产业升级 显然相差甚远 而只要产业升级不成功 中国的就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而且会在未来越来越严峻 其实中国现在的经济和就业率 显然没有到全民要造反的地步 没有到当年突尼斯那个情况 但是在我看来也快了 趋势也很明显 只是不知道中国这个高压锅 什么时候会爆炸 什么时候会像突尼斯一样 突然爆发一场革命 而且导饿索又不知道会是什么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个人有什么方式能跳脱出这一悲剧呢 在我看来基本上没有 有的只是降低痛苦的方法 其实方法是什么呢 市场也已经给出了答案 那就是读研和考工员 最近考研考工的人数 也确实一直在增长 这个其实比较好理解 你考研嘛 就是把问题推后滑 你过几年再就业 而考工呢 就是平民在当下中国这个情况下 从被剥削者变成剥削者的唯一途径 确实呢 不论是考研还是考工 我认为呢 都是在当下中国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一个缓解痛苦的良方 只是我觉得呢 大家不能对这两件事情 抱有过高的期待 不能把这两件事情当作 你考上公务员 考上研究生就能要到病除了 这两件事情呢 只是减缓你的一个痛苦 首先呢 考研可能你在中国需要两至三年 才能毕业 但是你毕业之后 你的就业压力不代表 不会进一步提升 你可能说你等了两三年之后 人家要求也从本科生提到了研究生 你本质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它能带来的提升呢 可能远远达不到你的预期 此外呢 就是考工 考工的最大问题是 他给了你一个错觉 以为你已经可以翻身做主人了 加入体制内了 就变成赵家人了 但是这终究是假的 基层公务员根本就不能算作 真正的赵家人 到时候地方财政问题爆雷 一样会发不出工资 只是呢 这里公务员会好于事业编制 会好于临时工 会好于普通的人民 但是把公务员想象成铁饭了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 此外呢 你还要考虑未来人民和公务员的关系问题 之前中共呢 一直进行宣传 它的宣传口径是什么呢 就是一切都赖资本 但是呢 这一宣传口径在中国已经逐渐破产 大家已经逐渐找到了未提的根源 那就是国家和政府 那么未来 公务员群体很可能会成为 人民发现怒火的目标 甚至在某些时候 某些极端时刻成为高危职业 这个我在很早之前的节目里就说过了 希望如果考工的人呢 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如果考工和考研呢 中央当然还给我们指出了另外一条路 那就是创业 而创业呢 则是我最不推荐的 中共最近宣传所谓的地摊经济 宣传所谓的摆摊创业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它希望通过这些项目呢 去分流就业压力 但是我也说真的很不理解 到底摆摊能不能赚钱 这些官员心里没数吗 忽悠大家集体去摆摊创业 不是逼着大家更快的破产吗 其实在我看来呢 如果你在中国论不掉 不论是考工还是考研 还是做些别的什么 真正想要在未来降低失业 对你的损失 或者说对你的创伤 更重要的是调整心态和预期 你像不买房 不追求高薪工作 不主动辞职 有点闲钱就出去旅游旅游 没有闲钱呢 就在家里玩玩抖音 玩玩游戏 我认为呢 这也是当下最好的选择了 过高到期待呢 往往会带来过大的心理瞎力 也会带来过大的风险 中国人 尤其是我们这代年轻人 其实自出生以来呢 都面对的是高速发展 没有什么人经历过 真正意义的衰退 但是人生中的第一次衰退呢 可能就要在这些年出现 人终究是拼不过时代大潮流的 大事已经如此了 很多时候你期望越高 越努力 反而越痛苦 这并不是我等个人预言就能改变 今年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 这话呢 放到现在仍然适用 当然对于很多不认为中国衰退的小粉红 那么也请你们尽快出去摆摊 出去创业 为中国的GDP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中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多多方脸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我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